文化部文化资产局 今天举办了一场国际插画展 由局长陈济明亲自主持 并说明他对文化资产保护的期许 一起去看看吧 成立于2007年的文化部文化资产局 位在台中市南区的文资园区内 14年来持续地跟地方政府合作 共同保存全台湾的有形跟无形文化资产 弘扬传统的精神跟理念 文资局长陈济明2021年10月6号 在参加国际插画连展当中 除了推荐世界各地22个作品之外 陈济明局长也说 文资局的文化创意园区 在转型为文化资产园区之后 未来文资局的目标是要将 台湾文化国际化多元化 让台湾文化以不同的面向 在世界发光发亮 这是五年前 我们由文化创意园区 转型变成文化资产园区 也就是希望以这个基地 能够进步的推广我们的文化资产 所以这是一个搭配的 未来我们的文化资产园区里头的活动 我们会以文化资产为主轴 但是我们也不会说只有文化资产 还包括了我们希望把文化资产 能够做一些其他的附加价值 文化部文资局长陈济明 虽然上任才短短半年多 但是陈局长在很快的时间当中 就掌握了台湾文化资产 保存的重点跟脉动 他积极努力推展文化资产保存 守护传统表演 工艺跟软硬体的文化内涵 曾经担任国立台湾美术馆 副馆长的陈济明 平时待人温和谦卑 热情又亲切 对于艺文活动有相当的专业 最重要的是 他对台湾文化资产保护 有非常崇高的理想 我觉得我们文资局的主要战场 其实是在我们全台湾各地的 这些有形或者是无形的文化资产 我们的战场在那里 也就是我们这里主要的工作 就是要来协助辅导 来保存传承我们各地的这些有形 就是古迹历史建筑 纪念建筑或者是 这个居住建筑群等等 以及无形的文化资产 就是因为陈济明局长 做人做事都相当成功 连立法院的几位委员都给他相当高的评价 台中市的立委张辽万坚 何欣纯 以及担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 台南市立委林一锦都说 陈济明局长的行政经历完整 处事相当圆融 他们希望文资局能够在 陈济明局长专业团队的带领下 做好保护全国文化资产的工作 全国的文化资产是非常重大的 那我们当然希望文资局能够 争取更多的修复金会 对于地方所提列的 重要的文化资产 能够宽预算来补助 那个我们新任的局长 其实他历任很多文化场馆的馆长主管 所以他经验应该是非常丰富 政府要努力跟民间合作 能够寻找足够的资源 怎么活化利用 怎么来保护保存我们的文化骨迹 还有我们如何推动 台湾已经进入后疫情时代 文资局也在这段时间 努力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例如举办线上活动 希望让全台湾民众能够感受到文化资产之美 曾经民局长也说 文资局未来从都会区到原住民的保护区 都会持续举办精致又有深度的文化资产活动 记者陈文旭 李金生 李佳金 台中报导 李佳金 《坏学的月》 our